幸福有善意 只是加不清 只要吐著手去 用心靈體 小朋友有沒有怎麼樣 來 我看一下 站好 小心 有點磨破皮了 等我一下 走路要慢慢的 不要跑跑知道嗎 我先幫妳貼個OK縫 回到家的時候記得擦藥 會有點刺刺的 來 來 幫妳呼一下 呼呼 乖 這樣還會不會痛 老師 我已經三年級了 好 那下次走路 記得小心一點 回家了 謝謝老師 再見 再見 拜拜 看不出來妳挺細心的 來自備急救吧 其實 再見 其實是那天上來教學 我看溫生生有準備一個 想說有備不換了 就誰起來了 幹嘛 眼神這麼有善意我不習慣了 你想太多了 我實在想說你這個人間兇性 現在來自備醫療服務 那以後是不是可以更肆無忌憚的 對別人下毒 爸爸 手 你 你 你 文迪 文迪 待會兒不等下車子 聽到文迪 文迪 爸爸好 喂 正熊 怎麼了 佳 正熊 還好 小小禮忘了 你今天還有小琴琴的鋼琴 還有畫畫的琴琴 快走 媽媽 我不想去檢視 我不想稍微先查一點 你在說什麼 快走 會來不及的 這麼美 這個大包小包是要搬家是吧 要不我開車送妳一下 不 謝謝 熊熊 快走 今天的老師中午就很貴的 走 我不要 快走 來不及了 媽媽 我不要 快點不及了 聖聖雄 聖雄 明天見 聖雄 再見 小熊好可憐 是有點可憐 怎樣才可以救小熊 這個爹地想一想 媽 又想多久 肯定要想好幾天 走吧 我們回家吧 妳可以幫我把這個奶油溫先生嗎 妳是怎麼樣 擺寶袋是吧 這什麼 糖果 你懂什麼 這是轉換心情用的 我之前答應過要給他 給他糖果 我看你根本是賄賂家長 賄賂你們的社區主委 終於賄賂你這個家長會長 還要好嗎 Windy 趕快帶你爹地回家 記住不要讓他在路上亂跑 亂玩 這些話是對我說的嗎 是對一個家長應該說的話嗎 爹地走 我自己趕快走 爹地拜拜 小溫拜拜 爹地拜拜 拜拜 還是一天要應付三個檢驗卡 真的是小孩子本來講 壓力太大了吧 就是啊 你剛才沒有看到 真聖雄他媽媽把真聖雄 拖走了那個殘養 不要 好慘 而且有不做手術 這上課我打瞌睡 可是現在 現在是一直打瞌睡 兩位小美女 你們知道有時候 跟一直的差別在哪裡嗎 你們繼續吃麵 等一下講給你們聽 有時候呢 英文叫做 Sometimes 如果十次裡面的話 大概是有五次 那一直呢叫做 Always 如果十次裡面的話 就要十次才算 好了 好了 不要算了 台灣吃完午餐 準備寫功課了 不要怕你叫小課好不好 等下他們上課不上課 光在那邊算 小課大課是不是 自信他怎麼辦 開個玩笑 是 自信笑 你要哭住 對嘛 孩子就要這樣笑才對嘛 先說好 以後 除非是我們家小公主自己想要學 不然你沒事的話 不要送他去送你上什麼才藝課 有的沒有的 我要讓我們家小公主 平平安安 快快樂樂樂 沒有壓力 沒有負擔的長大 知道嗎 這點我同意 只有小孩子自動自發的學習 才能真正的學到東西 對 對了 那方靖竹要我轉交給你的 他還記得 謝了 你也不夠意思 我們兩個什麼關係 現在要一個外人來幫你轉換心情 這沒什麼 就我那天比較累 然後就跟方老師多聊了一下 那現在才來聊 來 你有什麼心思 又有什麼困難 又有什麼不開心的地方 全部告訴我 我洗耳恭聽 來 你真的要我說是不是 那我就說了 你的午休時間結束了 快回去上班吧你 真的 好 那我先回去了 來 快去 好 小寶貝 等一下回去上班了 等一下 好想問很久了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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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你放心 有限公司的股東欽償責任呢 是要看你當時的出資金額違憲 是要看你當時的出資金額違憲 對 對公司負責 對 換句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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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公司的債務責任呢 是要看你當時的出資金額違憲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你也不用擔心 絕對不會動用到你的個人財產 想要替你公司債償債務的 不會不會 應該的 你太客氣了 太客氣了 好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再打電話來問我 好 拜拜 那個姿勢啊 我知道 對行程度對不對 來 首先呢 在四月三十號 早上十點跟下午兩點 各有個停 嗯 再來就是五月三號 五月三號的下午三點 有一個行事停 接著就是五月八號 五月八號 對不起 為什麼 因為那天是溫迪小公主的生日 我要替她準備一下 你請硬板幫我出庭吧 我的天啊 老闆 你該不會是認真的吧 我當然是認真的 溫迪的事情我都是很認真的 難怪 難怪這幾天拼命的感進度 還要跟我對行程 我端真上大海了 我要給我們帶小公主一個驚喜嗎 驚喜 你要給溫迪的是驚喜 或驚喜 就是說 你們真的很愛計較 上次就是一個意外嘛 我保證不會再有了嘛 好不好 連蠟燭都不准用 那生日蛋糕怎麼辦 也是啦 蠟燭就勉強接受 好 五月八號我去出庭 你跟當事人說一聲 OK 沒問題 謝謝啊 伙伴 你們放心這一次呢 我一定會特別設計一個 別出心裁的生日趴 讓你們永生難忘了 永生難忘就不用了 你要是再讓我受任何的損傷 不管是人生還是物品 我都會告你傷害跟器物毀損 另外你要負起行事責任 跟民事賠償的部分 我保證 我保證 完全符合國家安全局檢驗標準 好不好 百分之一百 零風險了 OK 不過 降律師 又是你 你花招還真多 喜歡嗎 你可不可以不要像個捕獵人 一樣 我是說你可不可以 不要一直跟著我 我沒有跟著你 我站在這裡等你 你明明就 我是想說這 你也想什麼不重要 你知不知道的國家 最近頒布了一條新法 如果被拒絕了還繼續追求 超過三次就要以送打扮 所以我們女人說不就是不 你們男人最好聽進去 我只是想上次提醒你失戀的事 跟你道歉 不用了 我失戀的事情跟你沒有關係 而且我也不需要同情 我沒有同情你 所以你沒有同情心 我有同情心 我都會跟老太太買口香糖 我也會每天扶老太太過馬路 不是啊 妳說不需要我同情 無論如何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會處理 不勞您費心了 老先生 我只是想要像朋友一樣關心妳 我知道妳自己可以處理 這個妳收一下 還有這個 這一次的錢比較多一點 這個是那個燒酒箱 我在網上查到失戀的人要跟人家喝酒 談心 我知道我們兩個還沒有那麼熟 所以你不會跟我喝酒 可能也不會訴苦給我聽 然後喝酒對身體也不好 所以用這個代替 如果妳不喜歡剝蝦的話 我可以幫妳剝 如果妳願意送給我聽 我也會很認真的聽的 妳確定妳會認真聽嗎 拿回去 對不起 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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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吃土咖啡 我最愛吃這個蝦 蝦 奇怪 我又不是蝦子 我為什麼找不到我的蝦子 飛竹說 有人比妳需要 她今天早上拿錢叫妳去買蝦子 不是要下宿磨的喔 好像不是這樣子喔 不是 你高興 妳不要動手說 他知道我在做老婆家優 妳也知道我頭好回來 我要告訴妳 只要進我們這個家門 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的財產 沒有見過我同意 不可以給我帶出去 我明天再買就好了 妳喔 我 煮熟的蝦子會流水回來 怎麼又拿回來了 我朋友他沒空跟我吃 那我們要吃飯了 就叫進竹出來 是寶寶 是燒醉的蝦子 也沒有這個傻子 吃一個丁喔 嗯 方菲卓 你能量磁場太低 影響到我們出去 他到底喜歡吃什麼 你等一下吃飯的時候 不要這一副 藥食不活失戀的樣子 等一下爸又問多問行 他不會理我 他要燒酒蝦 哥 你喝酒 我剛才拿燒酒蝦 當然有味道 燒酒蝦 你該不會送江律師 對 我送燒酒蝦給江律師 你就算再怎麼瞎 也不能送女孩子瞎吧 尤其是江律師那種 那 那種女生 治療失戀一百招 喝酒聊天 江律師他不可能跟我喝酒 所以拿燒酒蝦代替 你有沒有認真想過 你跟江律師之間的 你跟江律師之間的 差距 差距 山高 他在我這邊 剛好 我管我 體重這沒辦法 媽媽說我從小孩就這麼壯 哥 你在我身邊叫壯 可是你在江律師旁邊叫做胖 這我當然知道 你真的當哥是大口呆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想要改變我自己 說懂我跟江律師之間的距離 可是人家是能言善道的律師 你說不過人家 怎麼做得到人家 而且我們車廠不是常常有一些美女客戶 有些對你也挺有意思的 你就看不上人家 反而一碰到江律師就變得 變得那麼 江律師真的很不一樣 你知道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 她就在車子裡面哭得好慘 從來沒有看過她真正的效果 讓我想要保護她 照顧她 希望能讓她真正開心的笑一次 哥 這是我聽你這一輩子說過 最感人的話 如果我這麼一天 一定水到 鎖蚪鎚鎚吐石流 你出去了 你出去了 來 來 大姐姐 這個便當是我和寶貝做的 你喜歡嗎 維尼 今天走黑子丸 等大姐姐吃完飯再開始上課 好不好 大姐姐要慢慢吃 也不要吃太快 要吃 下材吞下去 答對了 來 快去 ort Avengers 你快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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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d 可以 嗯 嗯 所以詠傑從小就被牙醫不快樂 唯一能讓他釋放清晰的就是畫畫 所以我把詠傑帶來這裡 這裡是他自己的天地 不受激素 我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但至少詠傑比以前開心多了 妳一個人住在這邊開心嗎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給你 給你 是人家東西要付錢的 不行 你叫溫妮畫畫也沒收錢 這樣剛好捨給你 拿著 可是 焦溫妮畫畫是我想要的 不用錢 煮東西給妳吃也是我想要的 所以也不用錢 妳錢就這樣亂丟 不是 我覺得妳這麼多錢 放在家裡很危險的 應該存在銀行裡面比較安全 銀行 對 妳該不會沒去過銀行吧 沒關係 我明天帶妳去好不好 寶貝 戴起姐 黑子兔了 來 妳走 媽咪吐毛球是正常的現象 妳們不會不知道 黑子會吐毛球吧 那妳有定期帶她去醫院檢查嗎 黑子又沒有生病 是沒錯 不過妳不是說 黑子是妳的室友 那就是一家人 家人之間應該是要互相關心 健康 照顧彼此的 就像我爹地跟爸比 對 不過因為黑子不會講話 為了他好 應該要定期的帶他去醫院 給醫生檢查的 這樣吧 明天我們不是要去銀行了嗎 我們就順便帶黑子去醫院 看是做個檢查 還是留個資料 打個預防針什麼的 可以避免生病 這樣對黑子也比較好的 我也要去 爸比不是說好 讓我陪黑子打針嗎 好 那我們就等 Windy下課了一起去 好不好 打針就不會生病 那我也要打 好 來 把皮疙瘩 來 把皮疙瘩 你看呢 把皮疙瘩這樣 對折 然後把袖子的這邊 折進去 然後再對折 這樣就很整齊了 是不是 如果衣服太大的話 再對折一次 對不對 一 二 二 來 折它給你 我剛剛聽你這樣說 那個歪心 不對 應該是說 吳小姐 她的遭遇還挺可憐的 不過曉芳說了沒錯 你可以嘗試開一家托兒所 萬年學生賺錢的 你的事務手怎麼賴 有個VVIP的如花小姐 難怪人家說 父母的照顧 對一個小孩子的影響 真的很大 過度的放任跟管教 都不適合 怎麼拿那一分寸 真的很難 是啊 不過好險我們家 沒有管教這種問題 我們家小Windy 溫柔獨立又可愛 天真活潑又善良 現在還會做家事 Windy啊 妳是不是差不多去洗臉 刷牙 準備睡覺了 不是 我衣服還沒折完 沒關係 寶貝來折就好了 好不好 妳也太嚴格了吧 不過就幾件衣服沒有折好 衣服這樣折會皺的 到時候還不是一樣要躺 那妳剛剛 為什麼不直接跟Windy說 Windy才剛開始學 如果有當面指針 那小孩子只會抗拒 到時候都不想學了 那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我的家事 永遠學不好了 你少拿這個來當藉口 開玩笑 過了 來 折給妳看 快速折吧 好啦 算了吧 我一定折的都比你強好不好 至少我比那個Y型人強好不好 好 你不過說這個 他堂哥把它丟給你 你有沒有打算怎麼辦 能幫多少是多少 能教一點是一點嗎 至少現在已經學會吃飯了 你看 嗯 謝謝你 好久遠的 杯吧 姐媽 姐媽 媽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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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妳再多吃一點 是我的 只要我可以餵 得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黑子很健康 有打過預防針嗎 就是定期幫寵物打預防針 這是主人的責任 可是黑子是我的室友 他不是寵物 不好意思 他習慣把黑子當作是 住在一隻好朋友 所以不是寵物 那我可以帶他去打預防針嗎 好 好 黑子加油喔 我上次打過 只有一點點痛而已 加油 你們兩個怎麼比黑子還要害怕 小心黑子笑你們了 先 先的費用是六百塊 好 來 送你一千 送你四百 謝謝啊 走吧 走吧 鵝黃色 什麼是鵝黃色 是韓文奶的意思 走吧 走吧 這本是純者你要好好收好 然後以後要用錢的時候 要拿這張提款卡去提款機領錢 就可以了 提款機 可是我的錢都在銀行 不是 不是 情況是這樣子 那個錢是 沒關係 就一步一步慢慢來 我再慢慢的教妳 好不好 那主要是要把這個收好 不要弄掉了 慢慢收 我 我 走 走 走 你怎麼回來了 你們怎麼睡在沙發上 下午再會下去 隨便認識環境 隨便是營養班的事情 我來找個秘密一下 結果不小心睡到了 看我還欣然狗頭 我很想要查克拉吧 什麼查克拉 哪還那麼多有的沒有的話 你看 查克拉就是能力 就是力量 精力的意思 我去出發 沒有 一起來小公主就會跟著起來 讓她多睡一會兒 這樣 晚餐我負責 去買 OK 今天我知道 要買青菜 燒油 燒鹽 不放灰金 不要買美曲三曲 對吧 對 來 會照亮的 早了 這陸續的移行 如果沒有你 一個人的日子會多麼可惜 一起看電影 整夜探著心 從手心到背影 因为你是唯一是独一在我生命 你是言语是表情充满惊喜 爱笑的眼睛听你的呼吸 天真幻想我都随心 因为你是唯一是独一多么幸运 我的心跳不懂你怎么平静 天上的狠心教会的光影 一点一滴都是足迹 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提发你的早餐也只是风景 如果没有你 日落冬今夜是孤独的旅行 如果没有你 一个人的日子会多么可惜 一起看电影 整夜谈着心 从手心到背影 因为你是唯一是独一在我生命 你是言语是表情充满惊喜 爱笑的眼睛听你的呼吸 天真幻想我都随心 因为你是唯一是独一多么幸运 我的心跳不懂你怎么平静 天上的狠心教会的光影 一点一滴都是足迹 如果没有你 爱不容易 爱不容易 我们学习 未来会越来越清晰 爱不轻易 一旦更近 我们比谁都更真心 因为你是唯一是独一在我生命 你是言语是表情充满惊喜 爱笑的眼睛听你的呼吸 天真幻想我的随心 因为你是唯一是独一多么幸运 我的心跳不懂你怎么平静 天上的狠心教会的光影 一点一滴都是足迹 如果没有你 小oust 我的巧克力给你吃好不好 那不然我的泡泡见妳玩 ig 妳們三個 都是快上課了嗎 妳還是會在這裡 小熊她心情不好 她又非常好媽媽 正熊 妳媽媽為什麼罵妳呢 她剛才沒有進步 只要下次再講 她媽媽會修理她 媽媽 正熊 妳除了學鋼琴 妳還有學什麼呢 我知道 還有學素描 還有學英文 還有跆拳道 這麼多 星期天還要上小機器人的課 那妳這樣不就是 禮拜一到禮拜天 都要上課了嗎 正熊 妳喜歡這些課嗎 她全部都不喜歡 只喜歡跟我玩 老師妳不是說 放學要趕快回家嗎 為什麼小衛 溫地 都可以回家玩 為什麼我還要去安靜班 嗯 可能是妳媽媽希望妳很厲害 或者是妳媽媽沒有時間 所以希望妳可以多交一些朋友 可是我是想要跟問題當好朋友 去安靜班還有一次寫功課 還有很多拼忍 媽媽說下次沒有考一百分 媽媽會用阿星消瘦 小小她好可憐喔 她爸爸媽媽是不是不愛她 當然不是啊 每一個人的爸爸媽媽 一定都愛自己的小孩 只是他們愛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爸爸愛的方式比較好 因為我做什麼都沒有關係 而且考試考不好 也不會被罵 顧爸爸一樣 他說考林分是不容易的事 要拍拍手才對 好好喔 希望我可以等妳們家的小孩 好啦 先去上課了好不好 何樂而不為令自己快樂的事 為什麼不做呢 你樂意去做 妳是在站在旁邊 好像在沒那麼順便 妳要嚇死誰啊 妳怎麼在沒拼鬼啦 妳兩個兄妹都好像沒拼鬼 不管是就在動我的路啦 吃個妳兩個兄妹就沒效 整個都吃一個刀 來吃水果啦 耶 太大了 每次都說我愛 不用那麼認真啦 現在要打都不會有了 妳現在有時候打好得要做老人大學 一個晚上看妳都沒說什麼話 只有心事啊 也沒什麼啦 今天就有一個學生說 他不想去上安親班啊 我就想說放學之後 把學生的時間都排滿 他們就沒有時間 在生活上學習其他的東西 這樣對嗎 呵呵 我早就說過了嘛 妳都不是當老師的料理 人家現在讓家長給妳看破手腳了 就知道妳不行 人家不知道就再花錢 讓孩子去讀什麼補習班 他除了去上安親班 去上什麼鋼琴課 繪畫課 小機器人課的 而且他沒有去補習之前 功課就已經很穩定了好嗎 穩定就是沒有進步啦 那個就是妳的責任啊 唉唷 妳幹嘛要這樣子 老師這樣子講禁竹咧 禁竹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是嗎 嗯 人家很多人要開 妳一樣嗎 話不是這樣講啊 我不希望我的學生 只會讀書而沒有生活感 對 小孩子就要從小就要教 像妳們小事的話 我就把妳們帶在身邊做家事 妳那就是很浪費時間 妳有沒有看 給人家做家事都沒學生 這支的 嗯 就像高中考三遍 妳不用笑啦 妳喔 如果在高中 每次都一切都沒結婚 讀到訪問妳讀到 妳早知道做老師的啦 呵呵呵 妳給妳看 妳穿著就不一樣了 我花比較多給妳出國 都會有價值啦 嗯 做家事有什麼不對 這也是另外一種學習啊 就算什麼都不會 考上博士班 這樣是會比較厲害嘛 嗯 不然有才到 妳去考一下給我看啊 好 我就真的考喔 我就正考 博士也沒比較厲害 差點我人家修成那個博士 我請他吃餅乾他又打不開 對 但那是怎麼看 那是一個 集電的博士嘛 人家的插頭 人家都不會想你 人家也過得很好啊 呵呵呵呵 不好笑的嗎 我不知道啦 妳也是一樣不好笑啦 妳如果出作有才到 科德博士喔 妳連廚房都煮得炒火燈啦 那天我早就跟妳說過 有才到訪我盡量讓妳訪啦 那如果沒有才到訪 比較人分 水人做工 妳這樣的觀念已經過時了 人生呢 不是只有讀書跟考試 嗯 這樣妳怎麼就讀書 考書 還鹹教書 因為 學如逆水行舟 不盡則退 唉唷 跟我說成語喔 對 我跟妳說啦 人生是這樣啦 一棋草 一點樓 就妳 不用 人家要做 人家要走無頭路 真是對牛彈琴 你雖然是老師 可是這養小孩是人家家長的事情 你能勸就勸 勸不了也沒辦法 吃水果 有 魔法 掉了 一朵 快點 抽出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